我喜欢看海 我先生喜欢看列车行驶在铁轨上 或是行人走在街道上 我们希望退休后 从家里往外看能感受到外面的变化 我们结婚32年了 如果以试婚年龄推敲的话 可以知道我们差不多能退休了 我的工作是人资管理 而我先生是生命科学系教授 或许跟我们工作有关 对观察人的情绪反应 与研究事物上特别的热衷 这里可以同时看到淡水河 红树林的绿意 是一个两层楼的副层空间 一楼是书房 卧室 二楼是客厅与多功能室 在客厅不用拘泥于任何的形式 而我最喜欢躺在沙发上 看向海 这时候啊 他会泡两杯茶 我们一人站一脚 享受自己独处的乐趣 多功能室里面放了许多我的收场 我特别喜欢跟书有关的主题 还特别买了几米装置艺术 连对艺术品不研究的先生 都说很可爱 日光在一天中的变换 会印记在这个家里 除了大自然与我们一起生活 你看到的这些书 也一直陪伴着我们 我们各自有一层楼 可以放自己的藏书 设计师在帮我们规划的时候 受了我先生职业的启发 以DNA的形状 做了连接一二楼的楼梯 我先生对这个设计 幽默地笑说 以后老了 记性不好 走这个楼梯 可能还会记得 自己研究过生命科学 我们习惯有个书桌了 所以即便是退休宅 还是希望有个大长桌 我们希望一早起床 也可以看到外面的景色 因此浴室并没有门 只用一小扇活动式玻璃 三十二年前我们结婚 当时没有想过退休后的日子怎么过 现在在这里看着人潮的流动 日夜的变换 我想我们已经找到了最好的生活方式 我感谢您的心也有 我感谢您的心也有 股心也有 我的心也有 您的心也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